今天看了几个视频 一个是1月20号下午 彭斯参加了拜登的就职仪式后 直接就乘坐空军2号 回到家乡Indiana州 在机场向欢迎的人群 做了回乡演讲 也终于公开感谢了川普总统 彭斯说 让我花点时间 感谢川普总统与夫人梅兰尼亚 为了让美国更加伟大所做的一切 我将永远感激他们 给我服务的机会 那几天 彭斯连续发了许多 向三军告别演讲的推文 但是推文中没有提到 三军总司令川普 彭斯没有出席川普总统 在白宫举行的告别仪式 也没有参加1月20号的告别典礼 相比之下 川普就大度优雅多了 在白宫发表的告别演讲中 川普感谢了副总统彭斯 和他的夫人以及家人的支持 演讲时已经是平民身份 不知道是出于真心还是在演戏 看起来很伤感 是在为他1月6号国会认证选举人票时 没有勇气拒绝有争议的票而内疚吗 对于一个表现得那么虔诚信神的人 曾经验着圣经宣誓就职的人 在1月6号承认了假票 犯下欺骗神的罪 相信他灵性的那面 他的余生可能永远摆脱不了 这种可悲的心境 历史会记住他 就在21号晚上 川普的前白宫高级贸易顾问 纳瓦罗在班农的战情室接受采访 在被问及对彭斯的评价时 纳瓦罗说 历史将不会对1月6号副总统 麦克·彭斯的行动做出好评 因为那一天 我们有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整个方向 而且还有一系列组合事件阴谋反对他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坐在那儿的 主持的那个绅士 就是指参议院议长彭斯 再说说拜登 1月21号白宫YouTube频道 放了拜登的一段公开讲话视频 其中出现另一个清晰男生的简短讲话 十分诡异 白宫公布的这段视频 标题为 拜登总统发表讲话并签署行政令 视频全长近两个小时 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白画面 只有在大约1小时15分至1小时36分之间 出现拜登在疑似白宫内 面对媒体讲话和签署命令的内容 旁边站着贺锦丽 在视频1小时16分35秒后 正当拜登讨论他的防疫团队任命时 视频中突然出现另一个清晰的男生 说了一段神秘的话 该声音只持续不到10秒就渐渐淡去了 美媒国家档案在当天报道中 总结了这段男生的讲话说 So just so you know my life After waiting to do this I just agreed to plea sentence for guy 正文意思是 你知道我的生活 我刚刚为一个家伙答成了认罪协议 不过白宫YouTube频道在发布这段视频后 又把它在节目列表中删除了 报道说预计这段诡异的音频 稍后可能被剪切掉 拜登上任后 第一天签署的行政令 就将使美国失去5万多份工作 并停止修建边境墙 叫停了美加输油管项目Keystone XL 而且马上就违背承诺 叫停了涅盐油开采 摧毁川普建立起来的美国能源独立性 拜登败家制裁刚开始 说到拜登不仅是败家 而且过河就拆桥 国民警卫队控诉遭到背叛 为了拜登的就职仪式安全 有6万5千名国民警卫队 驻守华盛顿特区 但拜登就职仪式一结束 这些国民警卫队 马上就受到粗暴对待 他们突然被告知休息的时候 不要再停留在国会大厦内 而是要到附近的停车场内休息 年仅25岁 今年新当选的共和党国会议员 Madison Hawthorne 发出一个视频 他坐在轮椅上 给一些在车户的士兵 送去披萨饼 考森2014年因车祸半身瘫痪 他虽然是第一个90后众议员 但是政治立场却超级保守 反对堕胎 赞成拥枪 移民政策理念 强硬对付外来者 也主张国会议员要有任期限制 实质捍卫令美国伟大的信仰 家庭 自由等价值观 考森在推文里说 我刚刚拜访了被我们的领导人 抛弃和侮辱的士兵 我给他们带来了披萨饼 并告诉他们可以在我的办公室里睡觉 当我在国会工作时 没有士兵会永远在美国国会大厦的 车库地板上睡觉 我们的部队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 这些国民卫队是从各州派遣的 愤怒之下 德克萨斯州州长 佛罗里达州州长 和新韩布什尔州州长 已经命令把他们的警卫队带回本州 印象中 军人 执法人员在川普总统看来 都是非常值得尊重和爱护的人 哪想到拜登就职仪式一结束 佩洛西一伙觉得安全了 马上就把士兵们赶出国会大厦休息 在佩洛西眼里 这些士兵不过是他的仆人而已 面对邪恶势力 不会所有人都退缩 勇士还是有的 1月21号 新当选的国会议员 马乔利·泰勒格林 就兑现了他的承诺 正是在拜登上任第二天 对拜登提起弹劾 现在国会参注两院都是民主党控制 明知弹劾成功不了 格林偏向虎山行 把拜登和他家族的丑闻 放到聚光灯下晒一晒 上周三 在众议院投票弹劾川普几个小时之后 格林就宣布 他要在拜登就职的第二天 提交弹劾拜登的条款 他当时还说 想要替美国人发声 他说 我们不能有一个滥用职权 并且容易被外国政府 中国能源公司 乌克兰能源公司 收买的美国总统 这是一位敢想敢做的女士 21号下午 格林在推特发布了5秒钟的视频 只说了两句话 说 我刚刚提交了 针对拜登的弹劾条款 我们事务以待 短短一个视频 目前已经有了1000万的观看料 格林是一名政治新秀 去年11月 当选乔治亚州参议员 他是匿名Q的支持者 他曾持续发推 质疑乔治亚州的大选 以及共和党 失授参议院的选举结果 他的推特一度遭到冻结 格林在弹劾声明中 递出拜登和他儿子的腐败势力 在去年大选前 曾被大曝光 不过当时FBI和司法部都不作为 袖手旁观 直到大选之后 大概是11月份 FBI才开始调查 亨特拜登的财务状况 和他在中国的生意 到现在还没听说有什么进展 FBI 司法部 都是奥巴马八年任职时期 重点进行人事布局的部门 对比FBI迅猛的调查 1月6号国会山发生的事情 也能看出FBI 司法部 作为政府部门 本应该保持独立 但实际已经党派化了 不管怎么样 格林能够在这种氛围下 挑战拜登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为自己代表的选民发声 实在是勇气可嘉